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种乐带水果 番石榴 番石榴虽然是一种乐带水果 但是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它的外形是偏圆形的 像一个苹果一样 表面并不光滑 有疙瘩短 家庭盆栽想要栽种好这个番石榴果树 需要掌握盆栽果树的三要素 首先就是栽种环境 栽种番石榴果树的花盆 可以选择大一些的 果树它的长势是很快的 小花盆很难满足果树的生长需求 所以可以选择一个大两号的花盆来栽种 我这个果树用的是一个七号的青山盆 花盆足够大 盆土也足够的多 盆土养分也就够充足 能够让它的长势更好 第二点就是养护环境 家庭不管盆栽什么果树 都要放在室外光照充足的地方养护 要同时满足充足的直射光和良好的通风 这两个条件才能养好果树 光照好的养护环境呢 能够让果树长势更快 结果多果实更甜 通风好的环境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还能减少不小心胶水过多发生了闷根的情况 那养护这个翻石流果树除了光照和通风 还要注意温度 因为它是一种热带的植物 比较怕冷啊 当室外养护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 它的嫩滋嫩叶呢 是很容易遭受冻害的 它一般呢 能最低能耐量不左右的低温 低于2度 这个植树呢 就会遭受冻害 尤其是害怕霜冻 所以冬季室外呢 不能保证养护温度的情况下 建议移回室内养护 停止生长呢 总比啊被冻死要强一些 等来年春天温度回暖之后 再移出去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第三点就是养分 任何植物的生长呢 都离不开养分 翻石流也不例外 翻石流比起一般的植树 对养分的需求会更高 因为它是呢 一边开花一边结果的 所以对养分的需求 是比较高的 枝头上有的果实啊 可能已经成熟了 有的呢 还刚刚开花 在一些亚热带地区 温度合适的情况下 它一年四季呢 都是处于开花结果状态的 像我这棵果树上呢 大约有十来个果实 现在养分啊 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缺少养分呢 果实长不大 还可能会掉果 一个月左右 在盆土表面呢 浅满一次有机北醉 国非情湿 为了提高作果率 促进果实很大 可以再用点零钾 零酸二斤钾 或者花多多二号 一千杯叶对水 稀释之后 直接灌根使用啊 能让果实呢 更好地长大 今天关于 翻十六的养护方法 介绍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个关注 再走吧 好看